水土资源保护的 我觉得这个主题 对我来说都很有帮助 也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到 这个优秀的老师 如何在一个主题里 做得这么深入 尤其是一些对于地图的解读 对我来说是启发特别大的 我这个题目其实很大呀 因为我当时跟朗老师 随便给了一个题目 我后来本来想说再修正一下 但我想就这样 其实是之前 主要还是在世界史的领域范围内来讲的 所以今天这个相对来说 是中国史的老师比较多一些 我觉得也是 来这边学习的问题和建议 我先介绍一下我的继续背景 首先我是世界 我就从头到尾 从本科开始就学世界史 学历史 然后到主要学世界史 所以我的这个关注 可能还是关注在 全球贸易的网络 是如何演变的 然后另外一个呢 就是聚焦到具体的区域 可能还是英帝国 在印度洋这个地方 尤其是印度 就我这个研究里面 涉及到了这个 印度这南部的这样一个 殖民统治和资源 管理的这个问题 然后所以刚才今天早上 跟星老师聊的时候 就说到这个研究问题 知识结构总是跟着 研究问题来不断的丰富的 所以就在我做这个研究的时候 也去就 除了我们历史学 基本文献的这个功底之外 还去就杂七杂八的 包括来北大 还听了这个植物分类学 和灵学这方面的知识 所以这也是导致我这个研究 它本质上好像是一个 贸易史的研究 但其实我想去思考 或者想去突破的一个问题是 当我们去研究一个贸易史的时候 它的兴衰 我们可能不 不仅仅只是想 关注它兴衰演变的过程 而是想要再往下走一步 就是它的兴衰后面 到底是有哪些这个力量 在这里面推动 那可能除了我作为一个 之前有学 就是像一个知识背景的人 或者说这个 就学生而言 那我可能还要再想 在这个问题上 再往下推一步 就是这里面的 它 这个资源本 跟植的这个生态 它到底是能够在这个 自然资源 商品化的过程中 发生什么样的变动 然后并且反作用于 这个贸易网络的一个变化 这是我这个研究 想要解决 就预设的几个大的方向 那么回到我们今天这个主题 就是晚期档案文献中的 中国与世界 刚才我们在开玩笑 就是 我这个研究可能跟世界有关系 但是我本质上呢 这个研究一开始起源 其实确实是也跟中国有关系 因为它 在我接触到这个 题目或者说选择我 博士论文的一个研究题目 一开始 其实确实是跟中国 紧密结合在一起 因为当时我在 读一些文献的时候 包括一些 学者的研究 做很厉害 夏威夷弹项目 因为我们知道夏威夷的 活努努努 就叫弹香商 它另外一个名字 但它确实是跟弹香有关系 那它的直接联系 就是在19世纪上半页 有大量的新英格兰 就美国新一东部的 新英格兰商人 他就为了发展北太平洋贸易 然后他就把夏威夷 这个周边的 我们现在说 我们称夏威夷 导致弹香 就输入到了广州 但是我当我在听 这个故事的时候 我就其实脑子里面 就有好多个追问 就是一方面是 什么时候在中国的 这个历史上 形成就消费的文化 因为显然在中国的 这个漫长的历史里面 其实中国并不是 弹香主厂的这个国家 或者并没有 土长在中国 另外一个是 夏威夷弹香 它的这个贸易 是一下子就出现的吗 还是说之前有很强的 这个很漫长的 这个文化积淀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那如果不是夏威夷的话 那夏威夷 就是那些新英格兰商人 他是如何发现了 夏威夷的弹香 是可以卖到中国去的 这都是我当时在 进入这个领域研究的时候 或者这个课题研究之前 我就脑子里面 一个问题 所以我就去找在中国的 这个我作为一个中国人 我就想要去看看 中国的这个文献里面 或者说中国的这个 这个文物资料里面 到底有弹香相关的 后来我就发现 其实就是像这张图 这个是这个清代皇家的 这个叫玉席 然后另外 这个是故宫 都出自故宫 就是这个右边的和左边的 故宫的藏品里面的 但我在发现 我在看的时候 我就发现 他们其实在写这个 在标注这些 这些弹香制品的时候 并没有标注它是哪里的 就我们可能天然认为 它可能是来自夏威夷 但是显然 在同一个时段 也就是中间这张图 这张和这张 还有这张 这三张图 基本是同一个时段 我是在英国 维多利亚阿尔伯特 艺术博物馆里发现 差不多是一个时段 里同时出现 但是它这里面 就标得非常明确 这是来自于印度的弹香 所以我就想的是 那这个里面 就是从我们中国的 一些大量的研究 这个佛教文献 或者佛教的这个历史里面 能看到弹香有大量的 这个物质 所以这就是导致产生了 我的一个研究问题 除了刚才那个夏威夷 弹香之前是什么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研究问题就是 如果是在遗留的这些文物 或者海外的这些 博物馆里所产生的 这个弹香制品来看 好像印度在这里面 产生的是更大的一个作用 然后后来通过我的 后面我还会再讲 就是其实不仅仅是中国 同时段的阿拉伯 也在大量的从这个印度 包括像别的地方来 来这个输入 输入或进口 弹香 那么现在为止 就当下 就是我们如果说 这个事情发生在过去 OK但是现在 在中国的南方 也开始有大量的 这个弹香的这个 厂地或者说 林地 那个我应该是2020年 也去看过 就他们也在大量的营种 来自印度的弹香 然后包括像澳大利亚 西部也在 他们即使自己有 一些土壤的弹香 那他们引种 印度弹香 所以基于这个问题 我就想把这个问题 就或者博士论文里面 处理的问题 还是聚焦在印度南部 到底发生了什么 导致这个 印度弹香 向这个全球这个问题 所以就 那就可能 就第一步是 还是要回到 这个印度这个问题 就印度文化里面 传统文化 到底是如何去 如何去描述弹香的 这个物质文化 以及印度的 就我们现在认为 印度的这个弹香 消费的文化 它是随着佛教的 进入中国 而进入中国 这个我们 当我们去看到 就有大量的梵语 就做这个 古印度研究的学者 他们其实已经在 考量这个弹香 到底在梵语里面 是什么意思 就我们认为 就这个英文的名字 弹香叫Sandal Wu 但是它其实是英国人 到了印度之后 给它命了一个 给它从这个梵语里面 看待的 就这个里面 来这个 衍生出来的 所以现在像别的一些 语言里面的 这个弹香的这个词汇 基本都是源自于梵语 但是 从梵语学者的角度来 他们就认为 其实弹 就他们这个梵语里的 这个弹香 其实原来一开始 指的是一切有香味的木头 但是在后来不断的 这个演化 或者说是弹香 在这个 至少在印度 南部的这 这 这片这个区域里 它逐渐的含义是固定下来 并且是逐渐的缩小到了 研磨过的香膏 膏状的弹香 所以这里面就产生了一个 一个问题 就是 我们现在看到的 其实大量的 有是以木头形式 或者说别的种手工艺的 工艺品的形式出现的弹香 但是 其实如果往这个 古代的这个历史里面追 有大量 或者金油状的这个形式 来出现的这个弹香 金油 所以这里面 就涉及到了说 到底弹香的文化 什么时候在 在跟这个 跟这个木头开始 或者说木质的形状 开始结合 虽然我这个题目 是18世纪之后的 但是如果不解决 前面这些问题 是很难解释 为什么到了18世纪之后 中国开始进口 大量的弹香木 就这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因为在过去 至少在18世纪之前 像这个 像这个 中国里面的 对于弹香的认知 还是非常的粗浅的 尤其是 他都搞不清楚 就是原来有一个 叫重香荧幕说 就认为像 像这个 陈香啊 弹香都长在一棵树上 只为他们在 不同的这个位置 但是到了宋代之后 这个随着这个 海外的这个 就贸易 它逐渐的繁荣之后 它其实是逐渐 知道了 了解到了 这几种香料 是不一样的 而且是 是长在不同的 这个环境里面 包括到了后来 应该宋明 宋明时期 它的这个 无论是从 朱方志 它其实最嫌记载 在东南亚一带的 弹香生产 然后还有岛伊之类 还有东西洋考 它这里面 其实有大量的 关于弹香 从东南亚来运来 运来的 但在这里面 其实印度弹香 或者他们也没有 没有解决一个问题 是没有记载 弹香什么时候 开始以这样的形式 出现在中国 所以或者出现在 这个世俗的生活里 或者说是在 佛教的这个宗教生活里面 所以如果回到 像印度的这个 古印度的这个 佛教传说里面 有一个 就弗洛纳的这个故事 它就现在 他们佛教学 我之前请教过一些 研究佛教史的这个 学者 就是就 因为我不太了解 中国这个佛教 发展之后 它是怎么样演变 但是如果根据 印度的 古代佛教的一个研究人 他们有一个关于 就是佛教起源和弹香 弹香贸易 就是说有一个叫 这个弗洛纳的这个人 他大概 这个是在 这个古印度南部的 这个贸易港口 他 他其实是人家庭 然后前面 他有三个哥哥 然后他是相当于 是一个女胡生的 类似于我们现在 所言的这个 的私生子 但他就因为 他相当于是 他的三个哥哥 都去海外 他接受了他父亲的 这个商业教育 后来他爸 他的父亲死了之后 这几个儿子之间 就反目成仇 那弗洛纳作为一个 所谓的私生子 他就就被驱逐出 但是这个后面的 要讲的这个叙述里面 就是说在他出走的时候 他在路上偶遇了一个 身上背着弹香 并且全身在哆嗦的老人 告诉他 他要把这个弹香木 就是弹香木 磨成这个粉末 卖到市场上去 然后弗洛纳呢 就在这个故事的叙述里面 他认为 弗洛纳就认出老人 身上背的这个木头 就是来自 就是南部的这个牛头张弹 这个是在佛教里面 有一个很比较重要的 一个反复出现的一个术语 然后呢 弗洛纳之后 他就帮助老人把它卖了 然后就卖出了大价钱 那后来呢 就当他当地的这个国王 就感染了热病 所以说那个医生 开出来药方说 你要去找一些来这个治病 那么大臣们就通过 就去找这个弗洛纳 买了这个弹香 所以他也就赚到 他的第一桶金 并且在这个王朝里 这个升官发财 那这里 里面就在这个过程中 弗洛纳是多次的去出海 去寻找这个弹香 但是他就在这个出海的过程中 逐渐受到他同行的人的佛教 传播 所以他成为 所以后来呢 他的 后来他哥哥就金山失败了 然后就想 也想通过这个卖弹香来 来这个 来致富 但是他这个故事 最后就是说他哥 就遭到在航海的过程中 遭到了这个暴风雨的这个袭击 然后又来寻求这个弗洛纳来帮助 然后弗洛纳就用佛法来说服 当地的神灵 并且从他的 并且让他们是 从那个牛头山砍来的檀香里面 建造一座佛塔来供应这个佛像 然后以此来这个邀请佛陀和他的弟子来修行 就这是一个 一个就其中一个版本的 这个佛罗纳的这个故事 也就是佛教里面的很经典的这个起源的故事 就不同 版本他有不同的区别 但是我要说的是 他虽然是一个神话 而且不同版本 他的细节不一样 但他这边其实反映了几个比较重要的 后来文化认知里面 对于檀香的 悟性的 这样一个认知 背着檀香浑身哆嗦的老人 就他这里其实暗示了 就檀香它是一个性冷的 冷性的东西 所以后来在 后来在 医药 所以后来在一个范畴里面 其实檀香一直被认为是可以 减热良性的这样一个药性 来仿佛的出现的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 就是檀香环境是所谓的什么牛头山 然后里面就有很多跟蛇相关的异象 这也是后来在中国的不少的这个佛教文献里面 也有大量这种 蛇和檀香相互交织生存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意象 也就是说他其实意象他就反映的是檀香 他其实生活在一个相对比较危险 并且比较那个神秘的地方 就他这其实是也就是说现在他们相当于佛教或者说 那个研究檀香早期的这种古代文化的一些学者就大家认为 是佛教的这个传播或者佛教的兴起的时候把檀香跟他的檀香木头用的这个形式 跟他的这一系列的文化是跟佛教传播的一系列文化是固定在一起或者板定在一起的 这也是后来为什么中国会就在佛教传播的时候有用这个佛教里面 佛家用具里面有大量的关于檀香的这个制品这是一个 一个一个前转 那么就回到这个檀香这个物种来看 因为你要研究 因为要研究这个为什么是印度檀香出现 而不是或者印度檀香 在生物到中国 可能要对比一下这不同檀香 它之间有什么样的性质以及它的一个差别 如果从现在的这个植物学分类的角度上的地方的檀香的这个品种都是不一样的 我们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夏威夷檀香 它其实是属于就是属于如果按照分 这个分子分类学的分子生物学的角度上来看的话 它其实跟这几个都不太一样的这个分类种种都不太一样 种属不一样 他们像印度就是在地温就这个古里地温 它就这个古籍里面有这个技术 就地温的这个檀香或者现在东地温这个地区的檀香 它跟印度的檀香是属于一个属的 但是呢 东地温的时间 味道差别很大 然后还有澳大利亚也是属于不同种的 但澳大利亚这个不香 所以但是它这个整个贸易的一个网络或者贸易网络的一个变迁 大概的形式是 是呈现就印度的檀香最先是开始进入到这个是中国 然后它这个区域之后的路线 就如果是唐代的话有从这下面就走的了 还有从上面走的 那么到了13世纪之后 尤其是在宋元明这个文献里面 就也是跟这个葡萄牙人和荷兰人率先 就在这个东南亚发展檀香贸易有关系 所以在这个时候 其实是属于地论檀香 是进入到以澳门为主的这样一个港口来输入的 那么真正的像英国殖民扩张进入到亚洲这个所谓的檀香贸易 网络的时候 应该是在17世纪 17世纪或18世纪初 也就是在现在我能找到的文献 就是以东印度公司为首的这样一个 檀香 英国主导的檀香贸易 应该是在1735年 他们率先派了一个船 然后到印度南部的这个马拉巴 西南部的马拉巴海岸 因为这个地方其实自古以来 也不是自古以来 就有很长时间的这个关于木材贸易的历史 所以到了1735年前后 他们就在这个地方 发现了不少这个檀香的这个资源 然后就想说能不得 因为在这个时候 其实鸦片贸易还没有特别兴盛 所以现在他们能找到的 跟这个中国贸易的主要是有几个点 就是我就如果说跟晚清相关 就回应这个主题 我的这个研究 对晚清相关 我觉得这句话是特别关键的 就是在1782年 一个东印度公司 不能说他直接是附属于东印度公司 因为散商和东印度公司之间的关系 是非常的模糊的 也就是这个叫Joseph Price 他是一个英国的散商 在印度的贸易的散商 然后他写信给了东印度公司的 这个就是这个 叫董事长 或者也是他的这个负责人 他就说 就如果是在这个时候 英国是要在跟中国来进行贸易的话 那英国人是必须要获得 就是一定要确保获得的是几样重要的商品 一个是这个布洛奇和这个苏拉特的棉花 另外一个就是马拉巴的檀香度和这个胡椒 这就属于西南部的 还有就孟加拉的盐和鸦片 就属于东北部的 然后用英国的传 这后面的故事大家就比较清楚了 就他认为 是中国人的程度远高于英国人 离不开中国茶的这个程度 所以他认为就是中国人一定会为了 贸易这些东西来获得 来获得他们相思 就自然就能够从这里面来获得一个 一个这个好处 那么这里面的问题就在于 就是我们显然看到中国英国的 他这个比较关键的就18世纪之后 他的随着英帝国的扩张 檀香贸易 他是在成一个 如果用他们那个全球 全球资本主义史的一个观点 就叫做商品边疆不断的流换 也就是说其实夏美伊这个檀香贸易 也是某种意义上也是属于 在这个帝国扩张的 因为这个在北美的 这个东部的殖民地商人 开始想要去在全世界来发展 这个他的贸易的时候 他就想着说能不能在这个地方 因为找一个资源 还有上面的斐济 然后包括后来的19世纪中叶 也就1829年英国在澳大利亚 来进行这个殖民统治的时候 他们也率先的除了这边的斐济 也有檀香之外 他们发现澳大利亚西部也有檀香 然后他们就想说能不能都都都卖到中国去 但是如果是按照 这个故事来讲澳大利亚的檀香 是属于19世纪后半夜的这样一个叙事 但我今天这个演讲 或者今天这个分享 它主要还是集中在印度 这个这边区域 因为如果按照从当时的文献 包括到现在国际檀香市场的一个标准 或者说他们的一个喜好来看的话 他们认为印度生长 或者尤其南这个地方生长的檀香 是形质上 香气上 还有它的那个尺寸上都是略优于别的品种的 所以在1834年当时有不少人 那个英国的商人或者美国的商人来到 广州贸易的时候 他们其实是对那几个檀香进行了分类 像印度檀香就是价钱卖的最高 然后次之可能像帝文檀香 再次之就太平洋的 或者说澳大利亚的那几个檀香 那回到这个研究 就是说如何去 因为这个我们这个研究主题 还有个是文献吗 就想印度 揽洁老师的这个号召 所以我要那个给就 得给大家展现一下 如何去挖掘这样一个故事 因为如果从中国的史料里面 其实有很多古籍 里面是讲到了香 就香谱啊香料啊 就这一切的古籍是 有大量记载的 但是问题在于他并没有 因为他还是处于 记载消费端 物质文化端的这样一个记载 他并没有 关注就是这些东西从哪里来的 然后当地到底发生了什么 就他们这不是属于 他们关注的范畴 所以如果想搞清楚 印度尤其18世纪后面的 印度的檀香贸易 那还是 要回到 的几个比较重要的 这个在扩殖民扩张室里面 比较重要的文献 第一个就是当时我在 东印度公司 也就是现在的存在英国 大英图书馆 亚 叫African Asia Study 里面那个印度 Indian Office Record 这印度事务部档案 里面其实包括了 除了东印度公司的 当然里面整理的很 除了东印还有很多后来就东印度公司在1833年退出 退出这个贸易垄断之后 他们英国在印度留下来的这些一系列的这个资料 然后还有一些 就是1947年英国退出印度或者印度独立之后 他有一些档案是没有拿走的 所以在英国和印度的国家档案馆现在还留存了一些 尤其是地板麦索尔这种 他原来是属于 他跟英国的关系 英国殖民政府的关系 他是一个相对来说 没有那么直接隶属 但是又在 林业方面又直接受到了英国影响的这样一个区域 就是所谓的土邦 所以在土邦的一些档案其实是存到了英国国家档案馆上的 然后 与此同时就还要关注的是 因为我想要关注是贸易变化背后的原因 那自然可能要涉及到他们是如何去管理这个资源的 所以当时就还借助了一些关于 就是因为应该是这个林业 这个林业的这个报告 尤其是这下面这份报告 这下面这份杂志是1875年创刊 他其实是当时英国的英属印度林业部是在1864年成立 然后所以在那个基础之上 他其实是有这样一份抗物 是抗载了大量来自英属印度或者英帝国 各个林业人员的考察报告 实验报告 还有他们的一些对于世界林业市场的这样一个观察 所以主要另外一个很核心的就是 待会就是英国皇家植物园 这个他的标本和这个信函 当然这也是我这次做这个研究 我才发现他的一个 他的好用 我们待会还会具体讲 那么回到这个主题 就是我就回到这个问题来看的话 就印度近代 就是主要还是18世纪以来 印度弹项贸易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 一直演变到了现在 就如果按照我的研究 就是在1799年之前 也就是英脉战争是在1767年到1799年之间 他们英国和麦索尔这个地方 打了多次的这个战争 但是这个战争的起源 虽然不是直接源自于弹项贸易 但是他在战争的过程中 双方在不断的协商的那个条约里面 其实是仿佛的谈到 我如何英国如何能够从麦索尔这个地方 获得所谓的弹项贸易的垄断权 所以当时英国东印度公司 要加入这个贸易的时候 他其实是做了 就从资源端和消费端都做了他的努力 就是他一方面要研究 他中国市场到底想要什么样的 因为英国刚才跟大家介绍过 英国不是第一个来亚洲贸易弹项的欧洲人 就其实在那个在那个澳门时期 就是所谓的这个葡萄牙人和荷兰人的时候 其实他们当时已经开始做这方面的贸易 但是英国人要加入这个的时候 他就基本就对应了这个清朝这个时期 那么他们要表清楚中国市场到底想要什么样的谈箱 所以如果 现在从这个档案里面能够看到 他其实就当时的这个海关 海关其实已经对谈箱的这个等级进行了一个划分 与此根据不同的等级来争不同的税 在这个基础之上 就要去调整他在搜集印度弹箱时候的标准 也就是比如大一点的弹箱 就粗一点的就率先给卖到中国地区 也是比较喜欢这个 然后次之就游到印度本土 因为他们还有一些印度教内部 还会也需要一些这方面的这个资源 所以在除了研究最核心的问题 就除了他要研究市场之外 他核心的是要怎么样控制这个谈箱的这个生产地 因为他经过我们能看到他 这个现在就是邦加罗尔所在的这个卡纳塔克邦 他其实是属于这个范围 这个是我们现在确定当时卖出来的这个领土 但是其实 就在英国人来之前可能是这么大的 就他基本是掠断了或者控制到了印度西南部的 这几个比较大的区域 然后后来比如说像这个区域 就哥林败福 还有这个塞洛姆都是四次阴脉战争之后 英国从麦索尔这个王国里面抠出来的领土 但这几个地区 尤其这两个地区是最主要的 也不是最主要吧 就重量 要的这个弹箱 也是后来英国整个这边属于英属的这个泰米尔 英属的马德拉斯 现在就是零纳都吧 这两个地区就变成了从英国 国人直接控制生产地 这个是属于麦索尔土邦控制的这个 这个盘将生产地 那麦索尔土邦其实跟后面也基本就是进入到了英国 殖民的这个范 头里面去了 他就想着说能不能控制一下这方面的资源 所以在打完就因为这个过程太漫长了 所以就17 总的来说是1799年 他打完一麦战争之后 他就我再往前倒一掌 他就控制到了 就他的这个贸易网络或者说贸易的资源地 基本就是在印度 南部麦索尔这个区域 然后主要的产地 1900年前后 我在丘元找到了 就基本是属于麦索尔和这个现在 也就是西高纸上麦的这个两侧 尤其是东侧这一带 然后还有马德拉斯 就这是马德拉斯和麦索尔的交界地区 就这是他一个生产的 这个就是现代的 现代意义上这个地图可能不准确 就各位地图老师 然后就是主要是在这一个区域 就现在跨了几个比较重要的 南部几个重要的邦 那么到了1800年左右 他相当于是英国 把麦索尔纳入到他的这个统治范围内 虽然他给他一个名字叫土邦 但是其实基本 在土邦的基础上还建了一个叫英国委员会的 那英国委员会上面有个税售部 是专门负责买卖这个地方的弹箱资源 所以能看到在1800年 也就是在夏威夷弹箱大规模 进入到中国的时候 其实印度弹箱也在快速的说 怎么办 那个因为在东印度公司的大案里面 有大量记载说不行了 南海弹箱要出现大量进入中国的这个市场 我们这个印度弹箱怎么办 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有一个相对波动的一个阶段 但总体上来看 他还是属于快速砍法 因为能看到很多当时 无论是他官方文献 还是一些私人的邮寄里面 能看到他们就认为 弹箱的尺寸在不断的缩小 然后好像可看的东西也没有太多 但是就是我们当我们在讲这个 资源或者贸易兴衰的时候 我不太想把它变成一个特别线性的 就一步步往下就完全没有的 这样一个叙事 而是我们要看到一方面你要看到 自然它本身有它的恢复力 你看了之后 如果能够不断让它长 那也能够出现新的这个一个故事 所以能看到在林业 就1864年刚才英帝国林业部确立了之后 他就想说 我们能不能源源不断的来生长 所以他就在这个地方也见了林业部 林业部下面最核心的任务 因为麦索尔林业部最核心的任务 就是要搞这个 这个盘乡 种植盘乡贸易 所以他就想说 我们能不能搞一下人工培育 然后包括这个管理这种 原来已经在自然野生的 这个所谓的盘乡里 所以当时在这个 的时候 其实问题就在于 这个市场 国际市场是不断变化的 然后你一方面 你这个资源 你又想去 要想要控制 另一方面 像那个西澳大利亚 包括像别的太平洋岛屿的这个盘乡 在不断的进入市场 所以他这个时候其实还是蛮困难的 包括这个1875年的时候 有一部分文献就在想 就在讲说我们如何 去应对这个国际市场 但真正的转折 或者说是 在爆发前 就那个资源困境之前 有一次大的一个大的一个开发 也就是他们18 应该是64年之后吧 60年代70年代 太平洋的盘乡都被砍完了 然后所以那个印度就说 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我们要抓住 所以他去一方面疯狂想着 怎么去种盘乡 另一方面就疯狂的想着说 怎么样去把那些野生的盘乡 纳到他自己的这个范围里面去 包括还想要 动员当地的 我们所谓的这个临终土著 让他们去负责管和重台乡 但是这里面问题就在于 当他想帝国 想要在一个地方 发展这个贸易或者控制的时候 有很多要素 我们需要考虑他能不能成功的 除了说资源本身的这个变化 郎老师待会肯定会讲 那个病虫害的 这也是我今天要讲的一个主题 除了说这种 他资源 他所生长的这个生态系统的一个劳动之外 还有一个很重要 就当地的百姓 因为你是殖民统治 那当地的百姓是怎么应对 或者怎么反应 你要搞的这个所谓的贸易 所以像他们当时想着说 如果能不能让当地百姓 也参与进来种盘乡 我给你一点这个分红 但其实就当地百姓是非常不愿意的 就为什么 因为盘乡它是一个慢生型的植物 大概20年到30年就生长期 那百姓说 如果我家里旁边有一株檀 我没有看好它 然后檀香又是属于政府垄断的这个东西 我没有看好它 我要坐牢的 所以他们其实很多百姓就说 那一开始我看到我家里有檀 檀香苗的时候就把他担当这部分的责任 所以他在管理檀香的时候 就没有办法动员 或者说受到了当地这个百姓的一个很很比较激烈的一个阻挠吧 后面还甚至还发展成最偷盗走私这样一个一切行为 那另外一个很核心的就是碎状病的问题 就是属于病虫害 因为当当这个殖民啊 就是尤其在印度南部19世纪 后半有种咖啡的种茶的种种这个棉花的 还有种种这个荆棘那的各种各样殖民种植员发展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除了土地的开发森林的这个砍伐 他其实有大量外来的植物是进入到这片区域的 所以当很多杂草像马英丹 就我在这个研究里面涉及到的一个马英丹的问题 他是属于入清型的 就我们现在叫他入清型的作物 但主要还是因为他的这个生态耐力特别强 所以他一旦进入到这个区域 然后檀香要生病了 他是檀香的技术 他就连着檀壁开始传播 所以这也是直接导致的十九世纪 二十世纪上半叶就一丈前后 麦索尔檀香进入了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 就是檀香税率 但是其实 这个时候就其实已经出现了另外一个市场的转向 就因为这个时候中国已经不再是他主要的进口商了 因为我们刚才讲 印度公司还是想要卖 但这个时候因为中国本身 暖清民国时间已经发生了很多 这个社会的变动购买力下降 所以他印度公司就说那怎么办 我们要不要想想去卖 欧洲人 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就转向了欧美市场 就当他转向欧美市场的时候 这个问题就很有意思了 就虽然现在看似跟中国没什么关系 但他其实 就属于在中国作为一个原来主要的消费者 后来转变到了 他的消费能力下降 然后他就开始转向欧美市场 但他原来要是我们当我们 去看这个原来 韩像命名是印度的叫老山坛 然后澳大利亚的要新山乡 然后悉尼的就是来自这个南海的叫悉尼 或者说雪梨香什么的 但是他转到之后 就是就带来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他如何去去去去 跟这个别的这个市场来进行竞争 我很快的讲完 因为我知道时间不太够了 然后这就是涉及到 在这个大的研究里面 我做的一个一个小的研究 就就讨论的是20世纪上半年 当印度弹箱资源开始下降 并且中国的这个购买 中国市场购买力开始也下降的时候 当他去面向欧美市场的时候 他如何去应对来自澳大利亚弹箱的竞争 因为在如果他面向中国市场 大家原来都是弹箱 因为在中国的这个古籍里面 你澳大利亚来的弹箱也是弹箱 印度来的弹箱也是弹箱 当他面向英国市场 或者欧美市场的时候 要进入到人家那个要点里的 那到要点里面去的时候 就核心就在于在早期 尤其19世纪早期 英国人搜集的这个标本 也就是在基本都存在这个QGarden 但是我这一点 其实也是在我在QGarden查资料的时候 果然发现了 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点 就他进入到英国的这个 所谓的植物学分类 或者说那个这个命名的时候 他其实澳大利亚弹箱也不叫弹箱 所以当时印度人就想 就想着说 你看这个一方面澳大利亚人特别积极说 那中国购买力也不行 那我们赶紧想想欧美的办法吧 欧美市场的办法 所以他就想说 要赶紧给他那个澳大利亚弹箱改一个名字 重新进入到所谓的主流的弹箱分类里 不再是因为不再是原来在面向中国的时候 叫所谓的弹箱 所以他就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标本改动的问题 就我当时去查那个资料的时候就看到 我看大概看了50多份他的这个标本 这是一个主要的文献 就他这 几个标本的里面有几份资料是有主要的改动 而且尤其主要发生发生在澳大利亚的这个标本上 那我就当时就想说那什么就因为这个时候刚好 刚好是属于印度弹箱开始转型的时候 所以就就发现另外一份大案 就是这里面这份大案最核心的问题就是澳大利亚弹箱 他虽然不是直接来自于印度的大部分 但是他真的是关于澳大利亚弹箱 怎么样跟印度弹箱业来来进行贸易竞争的问题 所以这里面核心就总而言之就这个研究或者说这个 他讲这个中国市场衰落 然后他们转向欧美市场的时候 他其实是直接影响到了所谓的弹箱的署名和命名问题 因为这个问题就会背后其实是讲的是一个关于殖民 就是在贸易过程之中好像跟这个植物科学的这个命名 和帝国过程是紧密就联系在一起的 因为在一个新的市场的时候 他就一个就涉及到一个署名他成为的一个所谓的贸易市场准路的一个 一个规则和这个全所谓的权利的 这个知识关系就是这个研究他最后其实回到这张图 就是最后的 因为我这个故事还是基本的20世纪1947年之前 但是可能之后还会往下再做一做 因为跟当代的问题又紧密联系在一起了 但是就总体来看 他的一个整个一个也是跟英国在这个所谓的这个东亚 或者说印度亚或者是亚洲的一个扩张是联系在一起了 但是印度的含乡贸易绝对不是 是紧紧持发生在印度的 他跟他跟后面他的所谓的他的这个消费市场 还有他的这个竞争对手 是呃的这个兴衰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那么 回到这个问题跟跟当下的当下的一个研究 因为我当时去看这个广州南部的这个弹箱生长的时候 还要包他们就去做田野就 知道了很多有意思的故事 到包括现在他们那天跟我说了一个故事 就是说现在在南部就尤其是中国南方的那些佛寺里面 有其实有大量的对对于消耗弹箱的这个需求 包括包括好像说这个寺庙里面要上 就是要捐赠或者是别的一些形式的时候 都是用弹箱或者说别的一些弹箱的这种物质的 但是至今为止弹箱印度弹箱进入到中国 人是走的是一种相对比较灰色的这个这个这个途径 因为到1974年印度弹箱因为资源太少 他就禁止所有弹箱出口了 所以这是一个跟现在就还比较紧密 并且还在不断发生有可能会发生新的书写 因为像澳大利亚弹箱它不香吗 所以他就说能不能我们也引种印度弹箱 然后我们这样的话之后我们也可以卖到中国去 所以在201718年的时候澳大利亚弹箱有第一批澳大利亚种的印度弹箱进入到中国市场 所以这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当下的 正在发生的一些社会现象 这是我的一个研究 不好意思时间超了一点实在不好意思感谢大家多谢 请大家多多批评指正 好 非常感谢吴老师给我们精彩的报告 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宏大的世界贸易的网络 其实古代的印度和中国的交往非常的密切 而且当中国在和更远的地方交流 像阿拉伯 像欧洲交流的时候 印度始终是无法回避的一战 现在我们看到南海的沉船里边还经常有这些各种各样的香料的木材 我们非常需要这样跟印度相关的更加细致的案例 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 当我们越是了解印度 其实也就是越能够了解古代的中国 好 那 拜拜